這裏是金湖路的中央美地吧 看看店面的開張情況 還有一貫是關著的 老香港新疆美味什麼的 銀行是開著的 其他的 小區的話 門好像也不讓進 但是那個 測體溫的那個測掉了 雖然是測掉了 但是店面裡面也是沒有人來 感覺路上的人好稀少啊 平時這條路人很多的 人非常多的 現在大約是下午的五點鐘吧 火鍋店的餐飲店還是關著的 還開了 看看有沒有人 也是好像空的 沒有人 百線店關著的 這停車場門口原來有保安的 也不知道保安去哪了 這裡是仿無客運站 在島內算是比較大的 汽車站 這是仿無客運站的 外面的一個公交車站台 人有情況就是三三兩兩的 三三兩兩的 就是他也沒什麼人來坐車 本來這個地方人就會很多很多的 這是個客運站 車流量是上去的 但是單獨出行的人還依然依舊是很少 當然前方那兩輛公交車 那兩輛公交車 也是沒有一個坐滿的狀態 有人是有人 但是都不是一個坐滿的狀態 現在是下午五點 看一下時間 現在是下午五點四十 五點四十 三月二號 人的情況就是這樣子 開車人的 開車出來的人 依然是相當的多 人的出來氣勤更多 但是偽張騎電動車的 闖紅燈的變多了 很多人覺得沒有叫警出來抓電動車的 就拼命闖紅燈 超市門口依然有量體溫的 但是總體來說的話 人還不是很多 還不是很多 就是買生活用品的這些 這些地方的人比較多一點 就是這些米啊 老闆姓吃的比較多的 零食放麵類的話 買的人會比較少 平常我都是買的 丁幼米 兩塊三八九 其他都是兩塊九毛九啊 五塊三八九啊 會比較貴 撐一下 上來金一塊九毛九 可以買吧 空間在一把還要三塊六 上次來的時候 前一個星期來的時候是三塊 鍋筍葉 兩塊三毛九 小白菜三塊三毛九 木耳菜四塊九毛九 異菜五塊九毛九 還是挺貴的 還沒有恢復過來 煮到兩塊九毛九 紅蘿蔔一塊九毛九 還是正常的 流行包菜零 零點七九 美金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是 上次好像是兩塊錢一斤啊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 大部分人和我一樣 都是出來買菜買米 買水果的 海鮮類的 前面都是 沒有像以往一樣那麼熱鬧 買的人更少了 然後這些帶著的這些禮品裝的食品 買的人 就更少了 不用排隊 直接接著 好 現在大約是晚上的八點鐘吧 我現在坐BRT回住處 車上的人 車上的人 非常的少吧 只能用這幾個字 非常的少 青龍 BRT就簡稱城市公共交通 它主要以高架 橋的形式 把公交車跟私家車分開 然後是專用到 專給這些快速公交走的 其他私家車啊 警用車啊 都上不來 就是給市民提供方便的一個交通方式 我經常做的 這個城市好像 還沒有開始運作起來 很多人都不敢出門 我通過自己手中的攝像頭 記錄一下這歷史的一刻 歡迎大家關注 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 謝謝大家